錢 錢來了 趕快 錢拿出來 快 兩名蒙面歹徒 騎著偷來的機車衝進銀行 持槍對著櫃檯人員 要求他們把現金裝袋 不准報警 沒過多久 警鈴大作 兩名全副武裝的員警衝進來 馬上制服其中一位歹徒 把他壓制在地靠上手銬 並且同步聯絡警網 另一名歹徒雖然趁亂他 逃逸 但是在重重警網的追擊下 最後也遭到逮捕 這並不是真實搶案 而是南港分局與土地銀行合辦的 金融機構房搶圍捕演練 做這個房搶演練最重要的是 要照顧所有民眾 在銀行的安全還有我們 金融機構的安全 這是我們所做的目標 每年都有這個 有關於這個房搶的一些演練 那演練的內容 我們有分一些狀況 假設一些狀況 這個狀況怎麼去處置 雖然這只是一場房搶演練 但演練人員逼真確實的態度 讓路過民眾以為是真實搶案 全部紛紛走壁 警方也提醒 年關將近 民眾前往金融機構提領金錢時 務必小心留意周遭的狀況 才能確保人身和財產安全 記者長的話 裁判報道 有幾個月 對 聞說 道文 馬